飞飞飞飞飞蝶 飞蝶 五蝶 王王子骄 那天 都兴起 都兴起 飞蝶 吴子棋 花生是少数点提气味 存在单能自动被省略 也习惯不必先跟你看错一对 你也算够精神的同类 踏着却不逾越那条线 发生一切 我不发生一切 又有什么差别 看不见听不到爱不了 却注定要纠结 我想我是坏人 故意不听懂你的拒绝 难以照高时间 爱上你多有远 无人知晓 可不可怜 不靠近不走远不定 一向玩笑的暧昧 你说你是坏人想安定也没却过消遣 我却为你崩溃 却待一点惭愧 我不够好 派你归家 还能够再纠缠几个月 像蓝细碰上了好演乐 你想交情一点 我就脚背熟练 配到你有下个新对象 记得要朝台阶 让我想兄弟姐妹 你就此刻成为 欢迎来到飞碟五子齐 我是黄子娇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 转眼已经8月9号 上周的父亲节 我们做了前夕的两集的播出 没有办法在父亲节当天 所以只能在父亲节前夕 分成两集 其实还有很多 歌曲总是播不完的 每次看到 《黄子娇》《费力无子齐》的粉专留言区 偶尔会有一些朋友 会帮我们补充 有些补充也不太对 像我们做了一期 几点几分的歌 我记得有个朋友 就补了黄小珍的15秒练习曲 我就跟他说 这个15秒不是时间 我们讲的是几点几分 那个才是比较正确的 选歌的方向 15秒就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一个段落 15秒练习曲 但还是感谢大家的留言 补充跟互动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无人知晓》 在金曲奖延后 最近终于公布 要变成821的线上 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这个北流去年也办过 其实本来今年他们要回到巨蛋的 但因为疫情又回到北流 至于要怎么办呢 现在也是不知道 因为疫情又降温 是否明星们会出席呢 点点点 我们就拭目以待咯 也期待露露的主持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佳华语专辑 我想这个是很硬的一个比赛 因为像万方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非常优雅的 或者说是很有故事性的 或者孙盛熙很潮的 田富珍 我们现在听到的 非常很有气愤的 杜正熙淡宝的 嘻哈的 韦里安非常有创作的意念的 很有自己的思想的 李全 我们之前也播过几首她的歌 比较电气化的李全 这个到底怎么比呢 嗻哈的 时摩耳 亦 在 音乐 go 传统的这种转音 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一些些日本的演歌 甚至是我们台湾的许多台语天后 比如说我刚刚不小心想到了蔡秋风 可是日本人这一点倒是蛮硬的 就是说老东西老唱法 传统的东西还是可以跟新一代的音乐人 或者是时代结合 像这个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很有趣的一个band 这个band就叫做和乐器乐团 现在简称WGB 而且他们的单曲专辑的封面 也开始走向了二次元 就过去有很多的照片都是本人献身 拿着这个和式的日式的乐器 但是现在他们就好像改变了一种行销策略吧 所以包括我刚刚讲的 就变成了这个特别强调是WGB 然后用动画 用漫画画出每一个成员 跟他们手上的乐器 但不变的是他们把传统的日式风格 结合了摇滚 结合了当代的音乐元素 不变成了这个字幕 和声揺不错分钟 原唱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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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特别强调和风的乐器 所以他们在这张作品的CD2里面 送的不是DVD、MV 只是一般操作的手法 或者是演唱会的画面 反而是多送了一首演奏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送书啦 今天要送的这本书叫 天才的思考 非常厉害的两位 吉普利工作室的王牌 制片 再加上导演 他们的对话 历史性的对谈 天才的思考 围绕在 比如说宫崎骏 还有他的团队 大家的故事 那么如果你是吉普利迷的话 应该也都知道 也一再的有所谓的修复版推出 当然也会有新片了 那重点是过去的那些 从这个 比如说 隔壁的三田军 他们讲到说 好像这次有点滑铁卢 有点失败 然后到魔法公主 或者是我们 可能多多少少 多数人都看过的 神隐少女 移动的城堡 当然还有龙猫 这些故事 到底背后是怎么来的 甚至他们也会提一提别人的 比如说你的名字的卖座方程式 现代人不喜欢广告的那种痕迹 宣传改以社群网站的口碑行销为主流 没错 其实吉普利做了那么多年 也一定要跟着时代去改变 从那的时候到现在 从没有IG 没有YT 没有FB 到现在 好 想要这本书吗 天才的思考 可以回到那个爆笑感人的创作现场 02-2363-995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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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合乐器乐团 在另外一张EP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封面还是画的 側里有关的大切 从不尽了 天使在天使中的天使 与沉淳淳于天使的天使 生命是有光亮 見上げる空 流れる雲 息をして駆け出そう 君がくれたこの気持ちも 君が愛したこの世界で 自分の言葉とのままに 焦りや迷いもないとればいい 私がいつか全てのこと 回到剛剛我們的金曲獎 今天是最佳華語專輯 重新再為大家唱名一遍入圍的有 但說實在 你心中有沒有答案呢 一張專輯要整張得獎 前前後後 理理外外 目前幕後都很重要 好難喔 如果是以評審的角度 也許可能更在意的是 他對整個環境的影響 或者是音樂壇的提升 還是說對社會的教育意義 或者是質量技術的部分 那就看他們自己開會怎麼聊了 好 沒有人可以猜得到的 也不需要猜啦 就是看著辦 歡迎回到飛碟屋子齊 在金曲獎的入圍名單 以前公布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些媒體朋友來要我們猜一下 預測一下 礙於人情的壓力 或者是也怕被記者封殺 所以偶爾還是要硬著頭皮硬拆 也都對不起其他的朋友 現在呢 就比較沒有在怕了 所以就會拒絕說 我就不拆了 因為真的太難拆了 我也當過選手 比如說金鐘獎 我也當過評審 比如說金鐘獎的特別貢獻獎 那這個都很清楚知道 他有一些些遊戲規則 或者說是幕後不為人知的 也不能公開的一些些原因 好 接下來聽兩張很特別的曲風 就是說很多專輯很特別 他可能是包裝很特別 或者是說題材很特別 但這兩張或是說這兩組都是曲風很特別 有一點詭異 有一點邪教嗎 這個團叫KUKL 這是一張蠻久以前的CD 1984年 他們做音樂 從外面的包裝 就覺得很詭異了 然後音樂 唱腔也非常的有特色 那為什麼我要買呢 來自英國的這張CD 1984年1月的發行 有很多的國外音樂人在做自己作品的時候 完全完全是不管市場的吧 也不管什麼KTV的流傳度吧 也不管能不能適合拍抖音吧 就做自己想做的 那這張作品的背後有一個名字 就是碧玉 碧玉小姐影響了很多人 比如說王菲啦 比如說她自己也演過音樂電影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大家應該都會被她的作品給嚇到 或者說是對她的造型很著迷 她非常的特地獨行 曾經穿過的衣服 真的風格不會輸給Lady Gaga 可能比Lady Gaga更早就開始 我們講的叫做奇裝異服 唱功唱腔也是 她的音樂歷史也很精彩 從小時候就有參與過一些Ban 然後到後來自己成為一個天后級的歌手 尤其是她的那個電影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那個音樂劇 然後題材也是蠻揪心的這樣 Anyway 就是 應該是感動了很多人 但也影響了很多人 也嚇到了很多人 沒錯 這就是她在音樂的軌跡上的 其中一個分支 是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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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聽到的是在80年代 一個所謂的龐克樂團 也是碧玉小姐的 應該是原點 現在這一位是Nick Calf 他也有一個團叫壞種子 不過這幾年 他都跟Warren Ellis來做合作 然後同樣的 也是有一點免在的 邪教的詭異的氣氛跟唱腔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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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從頭向上 Head be gone,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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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這位所謂拍檔 就是Nickev and Warren Ellis 這樣子的組合其實都跟我剛剛前面講的有關係的 他曾經也就是Bad Seeds壞種子的成員 然後就跟Nickev有點像是兩個人 可以說是單飛吧 就是在我最近買他們的專輯就沒有Bad Seeds這個團名了 就直接寫Nickev and Warren Ellis 所以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 他們也做了一些配樂 那我是Nickev的信徒 所以基本上他跟誰會掛什麽名都無所謂 聽到他的音樂都覺得 好像進入一種冥想的奇幻的 詭訣的宇宙 在太過詭異之後 我們稍微中和一下 待會還會再聽另外一首 不過我們來聽一個演奏曲 來自台灣的薩克斯風 高音薩克斯風演奏老師 他叫周高俊 阿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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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会不会啊 我只在乎你 演奏版也是很好听 周高峻老师是谁呢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之前我看到一个杂志的专访 我才发觉说 原来他也是一个厉害的大前辈 在过去呢 他很久以前就出过唱片 那个唱片老到就是 我在网络上根本找不到 黑胶 然后在我出生以前 那么后来呢 他也进入了一些体系 比如说电视台的乐队 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 常常会回顾过往的 比如说崔台晶时代的节目 邓丽君做的节目 然后都有很多的大乐队老师在后面伴奏 这个台式中是华士大乐队呢 几十个人管乐弦乐都有 那当然这个周老师肯定在当年应该也经历过 然后呢 再过了一阵子之后 他就成为了街头艺人 中间当然还经历过一些 比如说中央酒店 豪华酒店 一些饭店的那种 舞厅的那种音乐的演出 后来成为街头艺人 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我就因为看到这个报道 很好奇就上网去找了这个老师的作品 总之就是蛮感动的 就一个资深的音乐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 或者找一下 你的仓库 有没有周高峻的演奏黑胶 再回到Nik Kalf 和Warren Alice The White Hunter sits on his porch The elephant gun in his tears I shoot you for free If you come around here The protestor kneels On the neck of a statue The statue says I can't breathe The protestor says Now you know how it feels And he kicks it into the sea 用念的 Nik Kalf 总是有很多暗黑的style 包括他的外形 我都觉得 有的时候都是蛮有正能量的 也必须要有正能量 可是呢 这个私底下呢 我又很喜欢会去找一些这类型的风格的音乐 我觉得这个有点分裂 人格 但是就是 就是一种怎么讲 多元的一种吸收 就像有些音乐你年轻的时候听不懂 重新再听一次 也许你就爱上了 前阵子我在一天晚上再找一些资料上网 花了这个三四个小时 没动 姿势都一样 就放了一张 这个Brand Anno的这个 所谓的环境音乐的CD 很搭耶 很配合耶 不会干扰 偶尔醒过来的时候 耳朵还是有音乐 投入的时候 他也不会吵 那小时候呢 我也听过Brand Anno 可是没有感觉 就觉得 听了吗 环境音乐 下面是ambient 不知道 没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 快要50岁的时候 就突然间就听懂了 好 这个是 Nic Cath 我们再回到演奏曲 不过是一张 比较不一样的 演奏单曲 这个演奏曲呢 是来自新加坡 然后它是一个 新加坡步兵团 军乐队的演奏曲 军乐队当然就要演奏军歌咯 军乐队当然就要演奏军歌咯 我们之前不是播过了吗 不管是介绍这个甘乃迪总统 或是他太太 或者是之前 何其咏老师播过的 这个艺人 日本的明星结婚 然后我自己也采买了很多 很怪的各种类型的 英文教学的 Bopomo教学的 之后还有 很多真的很奇怪 比如说登录月球的 那这个相对来讲 比较合理咯因为是音乐嘛 那如果你在学校办什么 升旗典礼或者是 园游会的时候 你不可能找一个军乐队来嘛 那就放黑交就好了 对吧 新加坡步兵团 军乐队演奏单曲 这些音乐来自西方 所以在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版本 像虽然就是新加坡的演奏 但是你是不是也都开始在默默 哼着中文版的歌词 很有趣 那这个是新加坡的黑胶 我还记得在试新的时候 好累哦 全班要在那里练军歌 下课不能飞加 然后要穿那个军训服 还要踢正步这样子 实在是很如捏 每次买这种黑胶的时候 我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他很难复刻 因为也不会有人再出 就是以前那个时代是不得不出 现在就很容易上手嘛 你不管是丢到YT 丢到FB 丢到IG 丢到任何的数位平台 不用出什么黑胶啊 那么麻烦 还要印刷啊 对不对 来再听一首 应该也是大家熟悉的 其实歌名我都不太熟 像这里有什么 凯旋进行曲 少年进行曲 博爱歌 这个名字好陌生哦 可是听旋律就觉得 好像听过 哦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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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